登加楼州的热浪岛是一个潜水圣地 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什么呢? 垃圾 这座美丽的岛屿附近就出现了许多的垃圾 成功集团的创办人主席丹斯里陈志源 是一位热爱潜水的爱好者 他舍不得海洋生态被破坏 那就时常带着员工一起来清理海洋垃圾 蔚蓝的海水 各种海洋生物以及美丽的珊瑚 肤浅胜地热浪岛是许多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水中悠游的不只是海洋生物 还包括人类制造的垃圾 成功集团主席丹斯里陈志源 平日忙工作 一有时间就会抽空投入海洋怀抱 热爱海洋却发现随处漂浮垃圾 陈志源决定带动员工一起清理 还有它在哪里 被水动入海洋 而用了一篇棚 再将酒的几天放入海洋 之后就坏呢 全部被撤在海洋 从中国 龙翼、鲜、鲜、鱼、鱼,鱼 因为他们在冲耕 因为他们在冲耕 然后所有的冲耕 都是冲耕到沙 被人物人 有时我和朋友们 会做自由的 我们会沙迹 在冲耕 只要招拆了 这是一个海银 被固定在沙迹 因为空间的地方 所有海银会被困 短短一小时收集到的垃圾 足以载满整艘船 海洋生态与人类息息相关 别让碱石的速度赶不上丢垃圾的速度 守护海洋我们择无旁贷 麦大亚胡永熊登家楼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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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